再来看到花莲市与日本冲绳县云纳国庭 是长期互动紧密的姐妹市 今年0403的大地震 引起了冲绳县民及产业界的高度关注 为了表达对花莲市民的关怀与支持 冲绳产业振兴公社台北事务所所长 日前是特别前来到花莲 代表冲绳瓦斯公司来捐赠日币10万元的善款 帮助受灾户加速重建 今年0403大地震 引起冲绳县民众和产业界高度关注 为了表示对花莲市民的关怀与支持 冲绳产业振兴公会台北事务所所长 畅江周承德 日前特别来到花莲 代表冲绳瓦斯公司 捐赠了日币10万元 要帮助受灾户 今天能够访问花莲的主要目的 就是在6月底的时候 冲绳瓦斯的特约店的会员们 他们到台湾旅游的时候 特地想说捐赠花莲地震的10万元 因此就委托我们来代为捐赠 当时我对冲绳瓦斯来的与会人员 我们说明了花莲地震 目前正在地的状况之外 我们还特别了跟他们分享 当时地震发生的时候 花莲这边就立刻迅速的开设了避难所 因为花莲市跟冲绳的云纳国丁 是姐妹都市的关系 我也很期待着两地之间 有更深一层的发展 另外我们是冲绳县台北事务所 我们在台湾这边 也会寄向冲绳的人们宣传 花莲的魅力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多来花莲旅游 市长魏嘉燕表示 这一次来自冲绳的援助 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忙 更象征着两个城市长久的友谊 冲绳我们振兴观光的 我们冲绳县这边 然后由我们上江州所长 有收到一笔扇款 那笔扇款是我们冲绳瓦斯这边 做一个捐赠 请我们的所长代为 到华莲市公所作为一个捐赠 那特别感谢 那我想从地震以来 一直到现在 其实受到非常多 我们所有日方的好朋友 不管是友好城市或是姐妹市 或是甚至于有从大阪 也从大阪来的一个民充的一个捐款 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日方好朋友 那也凸显出来 我们台日友好的一个关系 那也希望说 未来不管是 日方这边有任何的需要协助 我想华莲市公所这边一定全心全力的来 服务我们所有的 不管要做交流的 或是来做观光的 我们都欢迎台日越来越好 上江州成德所长也表示 这次捐款不只是要帮助民众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冲绳的乡亲关心花莲 未来他也会透过各种方式 向冲绳宣传花莲的观光资源 促进双方文化经济交流 借轮会欢迎市报导